大家好,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台灣領導人蔡英文和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在加州會晤 無論美國官方以什麼方式 說想降低事件對中美關係的衝擊 相信中方也不會接受 中國多個部門包括外交部、國防部、全國人大常委會 中央、台辦等連發聲明 最重磅的表態來自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會見到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時作出 央視新聞引述習主席在會面中說到台灣問題 習主席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誰要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做文章 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絕對不會答應 誰要指望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妥協退讓 這是癡心妄想,只會搬起石頭摘自己的腳 雖然沒有點名是直接回應蔡英文和麥卡錫的會誤 但很明顯中央最高層領導人對於美國以過境作為仿指 中庸台獨分裂分子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 開展美台官方往來 提升美台實質關係 中方表達了前所未有的強硬立場 未來會有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而馮德萊因一直以來的立場都是親美疏華 習主席在會見中多番提醒歐盟在對華關係上要審慎作出抉擇 習主席強調中歐雙方要加強溝通 建立正確的相互認知避免誤解誤判 中華民族有著5,000多年的文明史 歷來反對窮兵獨舞 此強凌虐、國強必霸 中國的發展是為了令中國人民過上好日子 同時中方堅決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絕對不會答應任何勢力剝奪中國人民追求幸福的權利 中歐要聚焦合作互利共贏 支持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 就經貿合作中的問題深入對華溝通 通過協商達成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安排 中方在歐洲解決能源、通貨膨脹等挑戰 提升競爭力的重要夥伴 歡迎歐方繼續分享中國發展紅利 習主席又強調中歐關係的良好發展 離不開獨立自主、相互尊重、互利合作 中方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 中國和任何國家發展雙邊關係都是不針對 不依附亦不受制於第三方 中歐雙方要正視差異、管控分歧、相互尊重 希望歐盟委員會著眼於歐洲根本和長遠利益 從中歐關係大局出發 為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發揮積極作用 雖然馮德萊恩親美態度明顯 但他始終是代表歐盟 歐盟大國沒有人願意與中國反面 因此馮德萊恩在會面中也強調了 歐方完全不贊同搞脫歐斷演 希望與中方加強交往對話 儘早重啟三個對話機制開展更多互利合作 可以簡單總結習主席和馮德萊恩的會面中 說話是說得很直白的 直接提醒歐盟要視中國為夥伴 那就會歡迎歐方繼續分享中國發展紅利 潛藏的意思也可以理解為 不視中國為合作夥伴那就對不起了 而早前習主席也與法國總統馬克龍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中法歐三方會誤 習主席指出馬克龍總統和馮德萊恩主席一起訪華 體現歐方發展對華關係的積極意願 符合中歐共同利益 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 烏克蘭危機延宕難解 逆後世界經濟復甦動力不足 國際金融市場又動盪不靈 發展中國家面臨困難增多 中歐應該堅持對話和合作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促進共同發展繁榮 推動人類文明進步 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 今年是中國與歐盟建立全面戰略伙伴關係20周年 中方願意和歐方一起 把握好中歐關係發展大方向和主基調 全面重啓各層級的交往 重啓各領域互利合作 排除干擾和挑戰 為中歐關係發展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鑄入新動力 有馬克龍參與的三方會面 習主席的講話內容相比之下客氣很多 可以說是比足名馬克龍 體現了中國很有誠意和歐洲發展穩定關係 而對馬克龍的來訪 中國方面更是十分重視 先有歡迎儀式再舉行會談 明白面對西方媒體關注的熱點 俄烏衝突 馬克龍這次訪華也背負了一定西方盟友的壓力 在會面後共同會見記者時 習主席就強調了關於烏克蘭危機 中方堅持勸和速談政治解決 中方願意和法方一起 向國際社會發出共同呼籲 第一是保持理性克制 避免採取使危機進一步惡化 甚至失控的行動 第二嚴格遵守國際人道法 避免襲擊平民和民用設施 保護婦女兒童等衝突受害者 第三設實履行核武器用不得 核戰爭打不得的莊嚴承諾 反對在任何情況下使用生化武器 反對武器攻擊核電站等民用核設施 第四盡快重啟和談 按照聯合國憲章終止和原則 兼顧各方合理安全關切 尋求政治解決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第五合作應對烏克蘭危機 在糧食、能源、金融、交通等領域造成的外逆效應 減少烏克蘭危機 對世界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負面衝擊 另外習主席也積極評價中法關係 他說與馬克龍進行了友好深入的會談 一致認為中法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和具有獨立自主傳統的大國 應該堅持穩定、互惠、開拓向上的 中法全面戰略伙伴關係大方向 為中歐關係帶來新氣象 為國際社會合作應對全球性挑戰作出新貢獻 兩個人又見證了一系列重要合作協定的簽署 雙方將會深化航空航態、民用核能等傳統合作 培育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新合作增長點 包括共建碳中和中心、加強人才聯合培養等 包括空中巴士在中國開設第二條飛機組裝線 願意與法方打造從法國農場到中國餐桌的 全鏈條快速協同機制 法國方面將會應擔任2024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與第七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主賓國 中方支持法方辦好2025年聯合國海洋大會 歡迎法方出席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法國出席這場的高峰會顯示歐洲大國 從看不起一帶一路到重視一帶一路 這些合作顯然是法國企業所落建的 綜合中歐、中法的高層互動 可以看到中國的大國外交越來越成熟 法國重視在俄烏衝突議題上拿分 中國就大力推動勸和速談 提供了一個政治解決的方向 歐洲要怎麼走?美國要怎麼走?中國決定不了 但是中國盡最大的努力告訴歐洲的領導人 除了跟著美國拱火郊遊其實有其他路可以走的 同時中季也設定了一個議題 就是鼓勵歐洲戰略自主走出一條 不用完全依附美國的第二條道路 從政治上歐洲在中美之間遊走 更有倚家能力 很多發展中大國都是這樣 第二就是動之以來 願意和中國成為合作夥伴 歐洲就可以分享更多中國發展的紅利 因此習主席在這幾場會見歐洲領導人的場合 反覆提到一個主題 就是中方始終都是歐洲為多極化世界的獨立一極 支持歐洲實現戰略自主 堅持中歐關係不針對、不依附 也不受制於第三方 相信歐洲方面將會獨立自主發展對華關係 除了中歐互動受到關注 同一天沙特和伊朗外長再度在北京會面 兩國復交取得實質進展 將重開使館恢復航班 4月6日沙特外交大臣費薩爾 和伊朗外長阿卜杜拉希陽在北京會面 討論兩國重啟外交關係需要採取的步驟 會後沙特和伊朗發布聯合聲明說 雙方在會面中強調繼續落實和啟動落實北京協議 增進互信擴大合作範圍 為地區安全、穩定和繁榮作出貢獻 聲明說沙伊兩國同意在約定時間內 重新開放兩國大使館 並採取必要措施 開放兩國駐利亞德和德克蘭的大使館 以及兩國駐吉達和馬什哈德的領事館 雙方還同意繼續在技術代表團之間進行必要的協調 以研究擴大兩國合作的方式 包括恢復官方代表團和私營部門的航班和護訪 為兩國簽證的簽法提供便利等等 聲明說雙方願意在任何能夠確保地區安全和穩定 實現兩國民族和國家利益的領域擴大合作 會議結束時 雙方對中國主辦本次會議表示感謝 雙方還感謝瑞士 為保護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利益所作的努力 沙伊兩國外長和中國外長秦剛手握手的照片 再次吸引了關心中東局勢的外交界主義 選擇在4月6日上午進行會談 這也是中國外交佈局的一個大招 你美國在搞美台歐聯、搞政治對抗分裂 而中國在北京促進對話、加強團結 所以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評論沙伊再度在北京會談時 是很有意思的 他說中東地區近期一系列的互動 也說明了求和平、謀發展是中東地區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國際社會應當幫助中東國家化解分歧、加強團結 挑動矛盾、製造隔閡、紛延置之等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伎倆 理應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 這段說話的後半段擺明就是告訴全世界 中美對處理全球事務有明顯的不同 大家好,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也可以看得流暢一些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致電3181-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講的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力步 去巴士力步的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也支持巴士力步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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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